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志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国历史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罗沙·帕克斯剧让座 民权运动的火花要求无误 2.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奴隶制的终结1865 美国登陆诺曼底 二战的转折点1944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罗沙·帕克斯剧让座 民权运动的火花要求55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 罗沙·帕克斯这位了不起的女士 以及她在1955年所点燃的民权运动火花 这个故事不仅是历史课本上的一页 更是一个充满勇气和智慧的传奇 首先让我们回到1955年的美国南部 具体来说是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 那时候种族隔离政策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是非常普遍的 简单来说白人坐前面 黑人坐后面 这是当时的规矩并不公平 甚至规矩并不公平 甚至可以说是荒谬至极 罗沙·帕克斯是一位黑人裁缝师 当时她已经42岁了 她并不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车 但那一天她做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 当司机要求她让座给一位白人乘客时 她拒绝了这个简单的不字 却如同一颗火星点燃了整个民权运动的火药库 有趣的是 罗沙·帕克斯并不是一时冲动 她其实是一位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 早已参与过多次抗议活动 她的这次巨让座行动并非偶然 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她知道这个举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但她依然选择了站出来 她被逮捕后 蒙哥玛丽的黑人社区迅速行动起来 发起了长达381天的巴士抵制运动 这场运动不仅让巴士公司损失惨重 更重要的是 它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 看到了种族隔离政策的荒谬和不公 在这场运动中 一位年轻的牧师马丁·路德 今夜展露头角 她的非暴力抗议理念 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民权运动 可以说 罗莎·帕克斯的勇敢行动 为马丁·路德·金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总结来说 罗莎·帕克斯的巨让座世界 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不公的抗议 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他用一个简单的步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这告诉我们 有时候改变世界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局 只需要在关键时刻 冷敢地说出那个不 所以 下次当你在公交车上遇到不公的事情时 讲讲罗莎·帕克斯 也许你的一个小小举动 就能点燃改变的火花 毕竟历史就是这样被改写的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奴隶制的终结1865 当我们谈到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时 这可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那个修正案于1865年12月6日正式通过标志着奴隶制在美国的终结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历史事件 并且看看其中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第十三修正案的全文其实非常简短 只有两个条款 第一条款明确禁止了奴隶制和非自愿劳役 除非是作为对犯罪的惩罚 第二条款则赋予国会执行这一禁令的权利 这么简短的文字却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他是这个修正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林肯在1863年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 但这个宣言只适用于叛乱州 并没有彻底废除奴隶制 因此 他需要一个更具法律效力的手段 来实现这一目标 于是第十三修正案应运而生 有趣的是 这个修正案在国会通过的过程中 充满了政治斗争和戏剧性 当时的众议院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才能通过修正案 但支持者的票数并不够 于是 林肯和他的盟友们开始了各种政治操作 包括拉拢反对者 许诺官职 甚至有传言说 还有一些金钱交易 这些手段最终使得修正案 在1865年1月31日 以119票对56票通过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 当时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在修正案通过后 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喝醉了 并且发表了一段非常混乱的演讲 这段演讲让很多人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后来 约翰逊成为总统后 与国会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这也是另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 第13修正案的通过 虽然在法律上终结了奴隶制 但并不意味着种族平等的实现 随后的几十年里 非裔美国人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这也提醒我们 法律的改变只是第一步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董捷来说 第13修正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终结了奴隶制 还为后来的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改变往往需要勇气、智慧和一点点的政治手腕 所以下次当你在历史课上打瞌睡时 记得这些有趣的故事 或许会让你对历史产生新的兴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登陆诺曼迪二战的转折点1944 和我们谈到1944年6月6日的诺曼迪登陆 这可是二战中的一个大事件 简直像是历史书中的一场好莱坞大片 这一天 盟军在法国的诺曼迪海滩上演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登陆 这场行动被称为D-Day 也就是决战日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场行动的规模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 盟军动用了超过15万名士兵 5000多艘船只和1万多架飞机 这些数字听起来就像是某个疯狂的军事游戏 但这是真实发生的 想象一下 邓魔多的士兵和装备在一个早晨突然出现在海滩上 这场面简直可以媲美任何一部史诗级的电影 这场行动的代号是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 Blur 听起来就像是某个超级英雄的名字 其实这个名字也确实很贴切 因为这场行动的成功确实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迅速打破了德军在西欧的防线 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为了迷惑德军 盟军还搞了一个假登陆计划 代号是堡垒行动Operation 42 他们在英国东南部布置了大量的假坦克 假飞机 甚至还有假士兵 这些都是用冲气材料做的 德军的间谍看到这些假装备 还真以为盟军要在加莱登陆 结果把大量兵力调往那里 给了诺曼底登陆一个大大的惊喜 当然这场行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登陆当天 盟军士兵面临着德军的猛烈火力 很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踏上沙滩 就已经牺牲了 奥马哈海滩 奥马哈 Beach 尤其惨烈被称为血腥奥马哈 但即便如此 盟军士兵依然勇敢地向前冲锋 最终成功登陆 诺曼底登陆的成功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 更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 它向全世界展示了盟军的决心和力量 也给了被占领国家 人民以希望 特上行动的成功 标志住二战的转折点 从此 德军开始节节败退 最终在1945年5月8日宣布投降 所以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 不仅要看到那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 更要看到那背后的智慧和勇气 这场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 只要有智慧 有勇气 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 更是我们今天 面对挑战时的一种启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非常重要 且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摩沙帕克斯巨让座 点燃民权运动的火花 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 终结奴隶制 以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壮丽场面 这些事件告诉我们 改变往往来自于那些勇敢站出来的人 不论是罗沙帕克斯一个简单的步 还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坚持推动 第十三修正案 甚至是盟军士兵们 在诺曼底海滩上的血战 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勇气 决心和智慧的力量 罗沙帕克斯的巨让座事件告诉我们 个人的勇气可以点燃整个运动的火花 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 提醒我们法律和政治手段 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 而诺曼底登陆则展示了战略和智慧 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改变战局 所以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个人的挑战 还是社会的问题 只要我们有勇气 有智慧 就能够改变现状 或者至少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启示 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更加坚定 希望大家今天听得过隐喻 也能从这些故事中获得启发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入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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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